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开启限制之后,据韩国先驱报报道,荷兰贸易部长3月中旬访问了韩国,韩国贸易部表示,他们同意进一步加强半导体领域的互补合作。 韩国与荷兰的贸易部长表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各个行业的合作。 双方讨论了欧盟计划出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这是一项鼓励环保汽车的举措,预计将包括对电池激励措施的更严格要求。 该法案预计将包括欧洲国家的指导方针,为当地制造企业提供政府激励措施,并限制对欧洲原材料比例较低的产品的补贴。 荷兰是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艾斯摩尔和ASM国际的所在地。 韩国贸易部长还要求这两家企业继续在韩国投资,并与韩国晶片制造商密切合作。 荷兰政府近日证实,对中国先进晶片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 这一决定引发了对大部分晶片在中国生产的韩国晶片制造商的担忧。 由于荷兰最近宣布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措施,韩国倡导荷兰的半导体产业应密切磋商,以尽量减少对韩国公司的损害。 国家间的出口管制无独有偶,其实日本早在2019年就已对韩国启动出口管制,震动日韩半导体供应链。 随后,韩国也因减化贸易手续而被日本白名单除名。 当时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强烈反对,称韩国将面对日本的不当管理,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韩国政府和部分人士也对此表示批评,韩国对日货的抵制愈演愈烈。 那次的出口管制,具体来说,就是日本限制了孵化晶、光刻胶和孵化巨线压岸三种材料对韩国的出口。 这三种材料用于生产先进的半导体和显示面板,鉴于韩国严重依赖日本的材料。 这一举无疑让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困难重重。 要知道,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在2019年,日本就占该国进口孵化氢的44%和光刻胶的92%。 韩国也迅速响应日本的举动,宣布了一项将这三种材料的产品和技术本地化的计划。 当时的韩国政府主张摆脱日本,推动韩国半导体相关材料和制造设备国产化,每年对338个品类的研发费用,投入两兆韩元的补贴。 身处漩涡之中的三星电子表示,与能够稳定采购高效能材料的日本企业的交易,可能会因为地缘问题而停滞不前。 实际上,由于半导体的制造工艺复杂,只要停止一种材料的供应,整个工厂就会停工,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本案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孵化氢,它是管理强化措施的对象。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7月,韩国从日本进口的孵化氢大幅下降。 日本虽然在数月后发放了出口许可证,但并未恢复。 2022年的进口额仅为830万美元,较2018年减少88%。 不过,韩国总统近日宣布,韩国将不再要求日本公司赔偿二战期间强迫劳动的韩国受害者,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举措之一。 取而代之的是,首尔将创建一个政府基金,直接对受害者支付费用,为半导体产业的兵士做了铺垫。 具体而言,韩国政府将利用私营部门的捐款设立一个补偿基金,日本公司已被敦促自愿捐款。 前韩国战时劳工要求赔偿的运动,达到了韩国最高法院,该法院支持原告对日本公司的要求。 一些原告对政府的解决方案表示反对。 随后就有消息传出,日本方面表示解除对韩出口半导体材料限制措施,同时韩国撤回向WTO申诉。 韩国半导体企业表示,在全球分工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时候,非常欢迎两国政府的决定。 日本政府随后在3月宣布,将就放宽对韩出口管制展开磋商。 同时,日本最高商业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该组织将考虑与韩国同行开展联合经济和环境专案, 并赞扬韩国为改善历史上充满争议的双边关系所做的新努力。 两国加强商业合作将有助于改变韩国公众对此事的看法。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表示,他想积极考虑商界可以为未来做些什么。 比如,将与韩国工业联合会讨论联合专案的提议,其中环境和能源是潜在的合作领域, 称其体现了日韩在地缘风险上升的情况下,面向未来的合作态度。 对于韩国和日本计划将贸易限制领域的争端解决,这无疑将缓解韩国晶片行业对供应链的担忧。 半导体行业的人士特别欢迎这一举措,因为他们认为这消除了潜在风险并减少了不确定性。 然而,韩国最大的担忧之处还是担心自己国家公司开发出材料、部件和设备的动力会因此降低。 不过,韩国一些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孵化氢和用于极此外工艺的光刻胶方面。 比如,韩国公司Solbrain和SK Materials在这些年间在孵化氢开发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截至去年,与2018年相比,从日本进口的孵化氢按收入计算下降了87.6%。 据韩国贸易部称,2018年从日本进口的用于晶片生产的产品占总量的34.4%,但到202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4.9%。 但是人和大学一名教授说,这三种材料的进口在过去四年中其实一直持续。 韩国公司几乎没有受到限制,日本的贸易限制并不是彻底的禁令,其影响并不像一些人。 所说的那么严重。 毕竟日本的贸易限制也影响了其本国公司。 作为三星等科技巨头供应商的大多数日本公司,开始在韩国境内建设生产线,已避免受到限制。 驻有化学旗下东宇精密化学,于2021年赤兹110日元建设一条EUV光刻胶生产线,并于2022年中投产。 TOKYO OICOGEO也在仁川生产EUV光刻胶。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主要原因还是光刻胶的开发,在韩国企业中大多已失败告终。 不过,东晋半导体确实在去年成功开发出EUV光刻胶,并且正在开发无机光刻胶材料。 去年12月份,三星电子将东晋的光刻胶用于其半导体层的工艺线之一。 一条工艺线只是三星电子整个工艺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完全不依赖进口的产品,因此十分被韩国当局看重。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日前在分科会议上通过了半导体产业特别法。 此前,该法案在修订时遇到了障碍,反对党认为新的税收减免过度。 朝鲜民主党一名代表称,从当前水平进一步增加税收优惠都是过度的,它只会让财法公司受益。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业内公司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根据K半导体法案,该行业的大公司将享受15%的税收抵免, 小公司将享受25%的税收抵免。 目前的税收抵免率分别为8%和16%。 在该半导体法通过后,韩国半导体工业协会执行副总裁表示, 由于日本之前史无前例的贸易限制,教会了他们供应链的重要性。 韩国公司可能会继续努力开发自己的半导体材料作为安全网。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